汪大姐手里的这只黄金手镯是在老凤翔宁波凤化万达店买的 花了9650块钱 吊牌显示质量是11.64克 我老公他说要送我一个牛 到现在没送过牛按客算的 一进去就问服务员他说现在黄金多少一克 他说458一克 那后来就在挑黄金 汪大姐说丈夫去买黄金手镯前 两人就商量好要买按客算的 当他拿到这只手镯时就觉得有些不对 我说你买了9000多块钱呢 环境怎么这么小 他问我多少克 我说你买了多少克你不知道啊 他说458一克啊 他说 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客数不对吗 当时没有 当时他们是三个大老爷们来买的 他就是问服务员 他说给我称一下 那服务员是不用称的 他说我们这里环境不用称的 汪大姐说 按当时的金价9650块钱 可以买21克左右的黄金 现在这只一口价的黄金手镯 只有11.64克 他不认可 老凤强宁波凤华万达店的赵店长表示 当时汪大姐的丈夫并没有表示 要按客中买手镯 这只手镯也是他自己挑中的 汪大姐提出问题后 他们也给了解决方案 本来你他工费要出2000块 下工费只要他出930给他换走换客的呀 他付钱付了9650块嘛 除于我们今天金价495 大概有19克多可以换 就出一个手工费900多一点 那我当时能买到21克的金子 现在只能换到19克了 他当时来的时候金价458 因为现在涨上了 那我肯定不能没办法 金价涨了我这个又不是我能控制的是吗 那我说你如果说觉得借金价高 我说你38节我们会有活动的 等38节的来换 你可能又有毛20颗可能可以换了 我是不明确 就大概率80% 90以上 应该是比现在可能会便宜 2030块一克是有的 但是我不能100%我跟你保证 万一有金价标证 这个东西不在我控制范围内是吗 经过协商 汪大姐加了3000多块钱 换了一只33克多的黄金手镯 108黄敬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